因為他的婚姊是不去向大家介紹 他現在要跟仙台的道士叫做建築 他是最主修 他現在比較大事,但是很優秀 因為以前你去找他的名字 以前有在新聞搶救 他來為那裡有一個古墅 高中的時候就搶救了 喔喔喔喔喔 這要用來,這要提拔 對啊,所以現在有記者看到 他認為要怎麼變成這樣 因為他全高中現在台北 就是我們其實要 他對建築不太有興趣 尤其想說那區的建築 以前那時候找他小孩都開始在看 都說小孩拿去看 所以我就想說這部他有興趣要找他合作 所以待會建築的部份就讓他來介紹 他也對這個比較有專長 因為我不太會講 我會用北清話講 都會通 好,其實大五台戲院 他其實他開始蓋的時候 就是當時候 他是有一位就是 建築師叫蕭伯做他行建的 那我們等一下再慢慢去看 就是說他的由來 那其實大五台戲院他最早 因為當然日本時代他的地 他不是做戲院使用 他是因為我們在做這本書的時候 我們去翻一些歷史資料 去找出他最原始就是可能會 就是他是什麼樣的功能 那後來我們就是翻閱就是 以前的那個就是登祭師 就是在以前的那個炎城 這邊叫做炎城丁的那個 二丁木的那個石器翻地 那這個石器翻地呢就是現在大五台的所在地 那以前是那個高雄製兵諸師會設使用 那就是 這裡是以前那個高雄就是炎城區 它是其實以前是那個海埔地 那後來就是在挖那個高雄港的那個 就是在把高雄港挖升的時候 那些泥桑拿來天竺就是新的四階梯 因為他要發展港口的話 他就會需要有那個腹地 就是當作他發展的使用 那就是 現在大五台的位置就是在 就是 炎城區他的那個 街道就是比較方正 那是剛好在洪框的那個位置 是現在大五台的所在地 那就是 我呃 就是在 這邊這一塊 那就是大五台現在是位在這邊 那這個是以前就是1929年的那個職業別名系圖 那嘉義應該也有 那其實他當時候就是表現出就是說 大概是這個區塊 因為他這個區塊 就是 除了有很豐富的那個就是商家之外 就是你可以發現就是說 他這邊有個遊樂園 他這個遊樂園是以前 銀座的代稱 那所以說他這邊有一個就是 就是銀座的商場 外面還有一個菜市場 所以他旁邊聚集的那個商業很多 那我們也是透過這張圖知道 他以前是那個高雄的製品出師灰色 那 這就是從那個 名系圖上面找到的 那就是 剛好是在中間這個結構 紅色的 那也是 當時候的那個工商名錄 那就是 我們去翻閱資料的時候就是其實 高雄 高雄 就是大家聯想到高雄會想要什麼東西 就是 愛河 愛河 還有什麼 神經 神經 還有什麼 就是最重要 對高雄發展最重要的 高雄港 高雄港 那想到港口你們會想到什麼 馬 碼頭 那其實碼頭他會有什麼樣子的貨物就是來往 漁船 對 漁船 那當時候因為高雄港 它是一個非常 就是算是興盛的港口 所以 像是比如說一些 因為當時候那個高雄的遠洋 漁業中心就是設在高雄港那邊 那再加上就是說 當時候 南台灣盛產的那個香蕉 一些蔬菜 一些蔬果 他如果要運送出去的話 因為當時候沒有那個保冰的一個東西 就是 他就是當時候沒有冰箱 那時候他只好就是 要生產非常多的那種冰塊 去保持那個 就比如說漁獲 或者是一些 生鮮蔬菜他們的那個新鮮度 所以當時候在高雄地區就有很多的那種 製兵工廠會出現 那 這個是其中一棟 那他就是 我們也是因為這一次的那個 資料搜尋才把那個 他原始的照片找出來 不然 其實 過去的人是都不知道他以前當什麼樣子 那旁邊是剛好就是有找到就是 當時候他們在那個 書刊雜誌上面有刊登他們的廣告 那他們當時候呢 他們是用這種就是 那種 鞍器 就是 等於說用壓力轉換的方式 讓那個水結冰 那 當時候就是在這本書裡面 他在介紹那個 台灣新鮮的一些工廠 一些介紹的時候 他有特別去講就是說 當時候他們是怎樣製冰的 這個是在二戰就是 美軍在轟炸前 他要去空拍的圖片 那那個 製冰就是剛好就在這邊 那現在就是剛好就是 大舞台的位子 那我可以發現就是說 他其實旁邊這邊的市場建築也非常的特別 是 算是剛好是算是蠻大的一個就是很有名的市場 那但是 帳號非常可疑 他就把它改變成這樣子的大舞 那其實大家可以去 對照一下就是 他就是 其實那個時代的建築物看起來 整齊很多 那現在 你起來就是看起來 就是高低起伏就是很複雜 那就是這位 小火柱他其實 他是 當時候高雄就是 是一個移民的城市 因為他有 港口 還有一些就是 比如說加工出口區 那其實那個時候 最主要來高雄的移民 就是有從台南來的 有從澎湖來的 那就是 其實 高雄移民是以澎湖人最多 那 大家有沒有辦法聯想到就是高雄和澎湖的關聯性 比較近 他們有什麼有關聯 很近 對 他們很近之外 就是 生活在澎湖的人 他們大部分都做 他們都做什麼 夜 靠海 靠海 他們都捕魚的 那剛好高雄有一個遠洋漁業中心 他們就來這邊 而且當時候就是 澎湖人他不是做漁業的話 他們會做很苦的 就是比如說苦力啊苦工 或者是泥水醬之類的 那當時候因為高雄他快速的發展 所以他需要很多這樣子的就是苦力 或是苦工就是來就是做就是一些城市建設的東西 那 那當時候蕭伯仲他大概在國小的時候 他就 來到高雄 他大概是先 學木工 在那個日本人的那個海軍的木工班裡面就是等於說幫忙就是一些工作 那後來他就是到了那個日本的一個就是建設組合的那個就是就是一個日本的建設公司裡面就是大概裡面就是做家具 因為他一開始是做那種小木做的 那慢慢自己他就是又出來開一個家具工廠那也做營造 那當時候在1936年的時候就是一樣是大日本職業別名系統 那在就是他後面有那個所以 那其實你看一排的日本人當中 就是有他一個是台灣人 就是還蠻厲害的 因為當時候在高雄就是競爭那麼激烈的一個地方 就是居然就有一個台灣人這樣冒出來 那我們各位可以看到就是他旁邊寫一個請復業 那請復業他其實在 他是日本製那在日本話是代表說圖木營造的 那所以當時候就是高雄幾個比較重要的圖木營造業就是說他一個是台灣人 那其實蕭國宋他除了在日式時代很就是很活躍之外 他在戰後的時候他自己成立了一個大間的營造廠 那是高雄第一個取得甲籍證照的那個營造廠 算是很厲害 那其實他的概念 因為他其實不是科班出身的 但是他一直在他腦海中會有一個就是理想城市的建構 他覺得說高雄市就是那麼快的發展那很多人都來 那他們來的話就是第一個想到就是你人來到一個就是沒有來過的地方 你第一個要考慮到什麼 居住的問題 所以說他就想說欸那麼多人來那我要趕快提供 因為他其實他自己也知道他以前也是那種過來人的身份 他也是很苦的過來 他就說欸那我要趕快就是蓋那個很便宜的房子 就是那個換儲 就是很便宜的賣出去賣出去 就是讓很多人就是有辦法有一個家座 而且他非常有趣的是他借錢 就到處借錢跟人家來就是蓋那個就是換儲 那很便宜的價格賣出去 因為他其實都不計成本的就是賣給那些有需要的人 那他當他當時候就是除了蓋的就是他其實他的腦海中他不是只有想要住 他想說欸有那麼多換儲 那就是他們要買東西怎麼辦 給他蓋個市場 所以他就是有產生那種就是換儲跟那個市場共購 就可能旁邊周邊是那個商店街 那有他二樓是住的地方那中間就是市場這樣子的形態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他最了不起也是在高雄市蓋了七間戲院 其實高雄市戲院很多 那為什麼就只有講這七間 因為這七間是他蓋的 而且這七間都是非常紅的戲院 就是那個戲院就是他蓋的戲院等於是說造就那個地區的繁榮 那這個是當時候就是大舞塔就是他就是蓋好之後開始在放音電影的時候 你聽到那個大排常常就是排隊要買票的時候 那當時候那個小活動他在林圓就是現在高雄市的林圓區 又有一個林圓的大舞台 那是唯一一個就是跟大舞台的風格長得很像的一間戲院 那其實大舞台的建築風格我們再繼續這樣 林圓拆掉了 對,林圓是因為一次火燒之後就拆掉了 那因為其實林圓以前的發展也是跟戲院有很多的關係 那蕭柏柱因為他... 蕭柏柱在澎湖的家有找到嗎? 他其實很早就來那個高雄了 但是他有回去幫忙幹那個宗祠 在那個湖西湖西鄉 烈古蹟了 烈古蹟了 好像就還沒回去查 所以就是還有機會就是要回澎湖一趟去看一下 那因為蕭柱柱他...就是... 好,我現在不講說他這是什麼年代蓋的 那你們猜他是什麼年代蓋的 呃...就是這一些建築物 看他的樣子 他是民國四十二年蓋的 戰後蓋的 因為那個時候蕭柏柱他曾經待過那個日本的建設公司 所以說他其實有一些風格 他是受到那個就是... 日本人的那種裝飾風格的影響 所以他其實他那個時候 這其實就是我們... 他當時候蓋的這個東西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患者 因為發現以前的患者長那麼漂亮 就是其實他那個時候 他對於一個城市發展 就是不是說我只要有住的地方 我只要我的殼給他 他要是個美美的殼 所以其實我們又可以去追溯說 以前人在想他的城市建築怎麼發展的時候 他不是說我想說 欸我只要房子只要渴 他其實要有那個... 很漂亮的外觀 那當時候就是... 你可以看到就是... 其實像這種構造就是... 叫開磨印花 那這種開磨印... 開磨印花就是有一定的模具 你只要灌水泥進去的時候 他開磨的時候就是... 這樣子一個東西 就可以直接把它固定在那個建築表面上面 那其實像開磨印花這個技術 是澎湖人最厲害的 所以其實多...欸... 多早也有受到一點影響 那就是... 其實蕭火柱不是一個就是一成不變的人 因為他其實他設計很多建築 所以其實看他的那個建築的作品 你可以發現就是... 其實是一個台灣戰後建築史的縮影 就是他慢慢從日式時代那個... 就是比較... 呃... 就是還有一點點那個裝飾意味的東西 慢慢因為受到一些戰後現代主義的風格影響 就是會慢慢發現說他的建築越來越平整 他的裝飾越來越少 就是越來越簡單 那其實... 這個就是所謂... 就是受到一些現代主義的影響 那旁邊這個中都戲院是現在... 高雄還在 那... 蕭火柱就是因為蓋了這間中都戲院 那個地區才叫中都 不然其實那... 那個地區以前是沒有地名的 那他這個中都戲院很特別 他... 二樓上面是戲院 但是一樓是一間市場 那其實中都地區有很多幻祖是他蓋的 所以他就是... 讓老公有一個呢 就是可以... 你日... 你日常生活採... 採買的一個市場之外 你還可以上樓去看... 看電影 或是... 看一些戲之類 還蠻有趣 那... 他有另外一座大華僑戲院 那這棟是... 已經拆掉重蓋了 那... 蕭火柱他蓋戲院 他其實就只有... 大舞台戲院 跟... 這個華僑戲院 他有... 就是... 經營到... 就是... 經營的... 就是... 營業的層面 那當... 那當時候其實... 華僑戲院 他其實... 他放映的電影 都是到... 到台北去拿片 就是比較高級的那個... 呃... 西洋的電影 那... 另外一個就是... 這是亞洲戲院 就是我們剛剛看那個... 很漂亮的那個高雄劇場 他在日時期被炸掉 但是蕭火柱又蓋了一間就是... 呃... 大戲院 那這間... 也是後來被拆掉 好... 那... 就是... 呃... 我們開始要進入那個... 就是... 戲院的建築風格 那... 其實台灣就是在這次時期開始 就是... 建築的戲院就是除了比較... 呃... 算是比較簡陋的那種... 木道之外呢 他其實會受到一些... 呃... 比如說就是像這種是... 比較屬於西洋歷史樣式的建築物的風格影響 那或者是像這種... 就是... 有點折中 就是介於那個... 歷史式樣和那個... 現代主義就是... 中間的一個折中的風格 那還有像這種比較... 就是... 又更受到那個現代主義 就是我們剛剛看的那個... 精緻廣 他的... 這種... 突形接退 其實就是... 現代主義就是... 表現最豐富的地方 那... 因為大舞台... 戲院他主要是受到... 哲中主義的風格影響 就是他... 會用到影響的歷史... 就是... 歷史式樣的元素 但是他不會全部模仿 他會有一些... 有點像是鬼搭的風格 那其實像台灣比較... 代表性就是那個... 那邊是那個... 台北的郵局 還有... 台大的... 舊總圖 就是這樣的風格 那這是... 大... 欸... 大舞台他撤會的... 地面 那你會發現就是... 除了中央的主體之外... 他旁邊還有兩個小塔樓 中間還有一個... 很主要的一個... 就是... 大的門廳 那其實這是他... 很重要的一個特徵 就是... 你如果不講話是戲院的話 你會覺得他是什麼建築 施政院 就很像... 就是很官方的那種感覺 就是... 很氣派的那種... 就是... 很正式的立面構成這樣 好... 那... 就是... 當時候就是... 其實在重要的... 呃... 就是在... 從日之時期到現在的... 一些台灣的戲院 其實... 他們... 入口... 很少會再... 獨立出來一個... 通常都是... 縮到那個... 棋樓裡面去... 或者是... 只是一個... 淺淺的一個... 小小在那邊... 那當時候那個... 大舞台建造的時候... 就是他... 最... 他剛建好的照片... 他有一個... 獨立的... 大跨距的那種... 門廳... 其實這種東西是... 因為你有這個... 門廳之後... 你可以更顯的... 就是這個... 建築物的器材... 就是像... 那個... 台北的中山塔那也是一樣的... 他有一個... 很獨立的門廳... 像看前面... 他的現況的照片... 其實他... 刺偶這邊有夾桿... 所以他這種... 這種... 層次其實... 比較不明顯... 那可以從... 舊照片那邊看... 比較... 明顯的風格... 就是他的... 三牆... 很小... 那這... 中間就是... 大舞台戲院的那個... 就是... 三... 欸... 三型牆... 那其實... 一般來說... 我們都會說這種三型牆... 就是... 比較偏向於西方古典式樣... 因為像很多人介紹大舞台就說... 欸... 他什麼巴洛克啊... 什麼西洋古典... 可是你比較... 這兩邊... 你覺得他比較像哪一邊... 這兩邊... 嗯... 覺得有沒有比較像這邊... 有沒有很特別... 你有沒有發現... 就說... 怎麼可能... 他把那個... 就是這種... 其實叫做龜壁... 在台灣傳統建築來講叫做龜壁... 人字龜... 他把這種傳統... 就是台灣傳統建築的元素... 用在大舞台上面... 但是很多人都說... 欸... 這就是那個什麼... 西方古典式樣... 可是完全是錯... 因為你注意看... 你就是西方古典式樣... 它中間不會有這個... 這叫... 極準... 這種東西它沒有裝飾... 其實你看這種... 我們常常看到一種... 就是一些廟宇的裝飾都會有這樣子... 那... 那種就是... 比如說像是那個... 鱔魚之類的... 就是比較... 都是那種傳統建築... 傳統建築才會有... 還有像它的這個... 弧度... 所以其實蕭... 欸... 蕭伯仲他除了... 受到那個西方的... 就是一些... 族裔樣式的影響之外... 他還不會忘記說... 欸... 我是台灣人... 我要蓋台灣的建築工具... 所以他就把它偷偷丟上去... 可是... 沒有那麼多人知道... 我覺得還蠻可惜的... 那他當時候就是... 蓋... 就是蓋這個時候... 其實... 大舞台... 就是我們其實... 一般來聽說就是... 大舞台這三個字... 就是我們現在聽起來... 有點熟... 可是其實... 他的英文叫... 就是... 他這個用法... 其實是比較像是... 英國舞... 那我們就是... 就是... 你上網... 搜尋這個觀音詞... 你看... 你看到的那種... 就是電影院都是非常高級的... 所以其實他... 當時候他的英文名算是... 取得非常的... 恰當... 那其實他會叫大舞台的原因... 其實他一開始是... 先... 演歌仔戲的... 那旁邊這個是他就是... 剛開始... 他是在... 呃... 1947年的1月1號開幕... 對... 那他就是有這樣子的廣告刊登... 那... 那就是他的細節... 就是他一些... 呃... 開模硬化的裝飾... 就是... 用那個... 水... 欸... 水泥去灌那個魔法... 他... 就是... 打開來就可以直接放上去的那一種... 大家... 大家... 要不要就是... 說說快... 就是... 他這樣子的裝飾的一個... 允會... 是來自哪一國... 中國... 不是... 是中國嗎? 不是... 他其實這個... 其實... 其實他這個部位... 他的... 他有一個... 呃... 專有名字叫... 希臘之藥... 藥石的藥... 可是他其實... 他的... 你出去看他的紋路... 你再去比對那個... 中國的回字紋... 和那個... 雲紋...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那其實像這種東西是那個... 呃... 你如果上網搜尋的話... 你看到那個... 很多希臘的神殿... 神殿上面都會有這樣子的... 彩繪的裝飾... 那其實是這樣子用過來的... 那... 那但是... 很多人都以為他是... 就真的是從中國來的... 那... 這個東西也是用... 開模印花的那個... 方式去做的... 那... 就是他... 中間那個... 山形牆被打掉的時候... 你看到他中間這個... 脊椎這一塊... 就直接剝落... 他這... 上面就是... 頂罐座他也掉下來... 就是... 現在都還是放在那邊... 沒有管他... 那他當時候其實... 大舞台... 他是真的很大... 他叫大舞台... 因為他當... 他當時候那個... 總共可以容納一千多的人... 所以說他除了... 他本身自己... 營業之外呢... 他有很多的... 比如說... 呃... 一些政府... 他們舉辦的樂會... 或是一些演講... 或是一些... 呃... 比如說... 政治人物他要參選的那種... 就是進... 欸... 那個... 政見發表會... 他都會舉辦在大舞台... 那甚至我們後面介紹一些活動... 比如說... 像是梅齒小姐... 甚至... 呃... 有一個... 拳... 拳擊比賽... 就是拳擊比賽... 也在裡面辦... 就是他們說... 欸... 讓觀眾坐得舒適... 看得舒服這樣子... 但是他二樓的座位... 那其實他... 內部... 以前戲院就是... 他中間都會有點挑空... 所以他... 就會有這樣子一個... 一路字形的二樓座... 就是... 就是... 比較像是馬蹄形的一樓... 那這是... 欸... 就是... 其中有一次... 就是那個... 高雄最有名的那個... 熊東熊女... 他們舉辦一個音樂會的時候... 就在大舞台裡面舉辦... 那就可以說... 容納超低多久... 但是他內部的空間... 那其實... 台灣早期的戲院... 他的那個... 電影的螢幕前面一定會多一個舞台... 因為他們... 他們不會讓他只有... 就是... 呃... 放映電影使用... 他可能有一些... 比如說表演團體... 或者是一些... 呃... 一些... 藝術表演都會在那邊舉辦... 那他其實後來... 他本來是一個單一大空間... 後來他火燒之後... 他裡面的人就把它改成三廳... 他就把一樓變成一大廳... 那二樓... 隔成兩個小廳這樣子... 那這次... 呃... 二樓... 就是原來的座位區... 他就是... 這邊又改他多一個電影屏幕... 就變成... 另外一個廳... 因為台灣在1970年代的時候... 許多電影院就變成多廳話的機率這樣... 就是他... 呃... 剛剛那樣是... 就是他... 變成就是一樓一廳... 那二樓有... 呃... 兩廳的平面圖... 嗯... 那就是他的屋頂... 他其實... 他原來的屋頂... 構壓全都是那種... 大木化具... 那火燒之後... 他是改成鋼狗... 那... 其實可以看到就是他... 就是他... 這一個就是原來的三型牆的部分... 就是被拆掉的部分... 那... 呃... 就是他... 大五台最早期的經理... 就是那個... 消火書... 他剛蓋完的時候... 他就開始有一些經理... 可是... 實際的那個... 他是很喜歡蓋房子... 所以實際經理的人是... 呃... 他的... 那個... 親戚... 那... 當時候... 你看就是他... 蓋一個... 就是信任出來... 他有一個... 新竹的旗簡... 就是他就... 登在報紙上面就說... 欸... 我開幕... 歡迎大家來... 就是招... 招待不周... 或怎樣怎樣... 就是... 就是... 現在看起來是蠻有趣的一些文字... 那... 就是... 當時候... 他... 賣的票券上面... 就是招待券上面... 會有他的那個... 那個... 硬件... 那我們看就是... 其實... 他的字... 他的那個... 簽名還蠻漂亮的... 那... 當時候就是... 剛開始就是... 大五台他短暫是經營那個... 就是... 欸... 歌仔系列演出... 而且... 當時候算是... 對於很多... 就是... 歌... 歌仔劇團... 比較... 常演出的一個... 黃金時代... 那... 這兩位呢... 是當時候南部地區... 最有名的... 就是... 兩個... 女生演歌仔系列... 那... 他... 就是... 他有名到就是說... 我們去採訪過程當中... 就是有一些... 女生都說... 我當時候看他的... 就是看他在演... 就是... 就演一起哭... 因為他演得非常的... 生動... 就是... 就是... 大家很難忘就是... 這一位就是... 他... 他算是演那個... 哭蛋... 就是... 就是... 哭得心一花... 那台下也真的哭得心一花... 那... 另外一位是演... 就是... 一個很有名的小生... 那... 他... 就是... 他算是... 很有名... 那很多人就是... 找了... 然後讓他簽名... 所以... 你就去看他... 旁邊有一個寫說... 所以說他們當時候... 還蠻神秘的... 他不會把自己... 就是... 真正的姓名公布這樣... 因為可能... 想要... 知道他真正姓名的是... 想要娶他那個人... 那... 除了歌仔戲之外呢... 因為我們知道就是... 當時候... 國民政府來談... 所以說他會有一些... 呃... 就是... 政令宣傳就是說... 我要發揚我的那個... 中... 中華文化之類的... 所以他們會請... 請到一些... 就比如說... 像是那個... 上海的那個... 就是在演... 金劇的那個... 金班來... 就是有演出... 那或者是一些... 像是... 當時候的一些... 國軍團隊... 他們有一些什麼... 青年的劇社... 他們都會醒來這邊演出... 那另外呢... 除了就是這些... 獨立演出之外... 就是當時候... 呃... 大舞台在演那個... 樂仔戲的時候... 他們會有一個要求... 是... 你要... 加演... 評俱... 就是... 呃... 我們在口述的那個... 過程當中是有... 問到就是他們的... 子孫是說... 當時候是... 呃... 這樣子的情形是有點... 受到那個... 國民政府的壓力影響... 那... 呃... 比較有趣的是... 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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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廣告出來的時候是... 22月28日,就是228那一天... 所以其實他... 就是... 這個很有名的那個... 中國劇社 他其實... 那時候在台灣演出... 就是巡迴... 最後一個戰是... 高雄... 那結果因為228... 他就沒有辦法巡迴... 就直接... 回到那個... 上海的時候之後解散掉... 對 那就是... 好... 誒... 誒.... 就是講到這邊我們先讓大家看一個... 碩片休息一下 其實... 就是最早其實是大舞台,就是非常心疼的開始演電影的時候 看到他前面的那個人瘋狂的排隊 那後來在他停演電影的時候,就是全部關閉的時候 他旁邊其實,他這邊有一個那個攤販的市場 他的那個攤販是一直延伸過來這邊 所以到這邊的旗遊全部都是菜販 那你可以比對一下就是他現在這邊全部都,就是他的山牆被拆掉 那這邊的那個人型全部都變成那個 就是要買菜的跟財販,其實這對比還蠻有趣的 那這是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 就當時候其實大舞台它是一個很算是地標性的建築物 所以你不論從哪裡來看它就是非常的鮮 可是你看現在後面大的蓋起來,後面的房子也漲起來 它看起來就是一個很破落的一個地方 那就是他的攤,他以前就是攤販就已經很興盛 那後來就是大舞台其實他沒有在演電影之後 其實他們都會在這邊騎樓 就是以前的那個,我們聽了一點經歷 OK 不會吧 可以